日前,张志玲现身广州,为张志玲Quizy Hour's Live 2015巡回演唱会广州站宣传造势 这是张志玲时隔四年之后,再度回归广州举办歌唱,并首次进群晚人场馆 2015年,张志玲凭借电影版的《冲上云霄》和《十月初五》的月光,实现了口碑与票房双丰收 与妻子渊永宜参加综艺节目,又令她红遍大江南北 即去年红馆一连三场演唱会场场爆满 今年张志玲在战大马后澳门,军作无需席,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 此次巡演主题定为Quizy Hour's 张志玲化身为电视剧《冲上云霄》中,潇洒的酷猫 希望歌迷可以在演唱会中放下生活中的压力极富能量 与张志玲一同度过快乐的疯狂时刻 张志玲透露广州站立演唱会将更注重五美和细节的设计 还会特别为演唱会进行地狱水的操练 努力苦练一身,健硕肌肉 更将与性感舞蹈演员在演唱会上大跳蜡身舞 在演出当晚为粉丝带来惊喜 有苦垂了,又有肌肉看了,广州报道 日前,张志玲现身广州 为张志玲Quizy Hour's Live 2015巡回演唱会广州站宣传造势 这时张志玲时隔四年之后再度回归广州举办歌唱 并首次进群晚人场馆 2015年,张志玲凭借电影版的《冲上云霄》和《十月初五》的月光 实现了口碑与票房双丰收 与妻子渊永仪参加综艺节目,又令她红遍大江南北 即去年红馆一连三场演唱会常常爆满 今年张志玲再战大马后澳门,军总无虚席 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 此次巡演主题定为Quizy Hour's 张志玲化身为电视剧《冲上云霄》中潇洒的酷猫 希望歌迷可以在演唱会中放下生活中的压力及负能量 与张志玲一同度过快乐的疯狂时刻 张志玲透露广州站的演唱会将更注重舞美和细节的设计 还会特别为演唱会进行地狱水的操练 努力苦练一身,健硕肌肉 更将与性感舞蹈演员在演唱会上大跳蜡身舞 在演出当晚,为粉丝带来惊喜 有苦垂乐,又有肌肉看啦 广州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